认证欧洲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 从台湾生产出口到国外的所有的产品 你都必须列出你的碳足迹 曾经华硕的董事长石崇崇告诉我们 他们吃素 所有的食物都是在附近 所谓food mileage 符合食物理数里头采购的 他们的员工大多数都是爬楼梯的 他们都是LED灯 都是绿色建筑 可是他只要加上他们使用的电 叫台湾电力公司的电 那他们就会从全球本来的碳足迹 表现最好的第一名的模范生 调到第五名 他的碳足迹就会大幅的增加 因为台电火力发电的比例太高了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可能安全 但我们也必须关心台湾的碳足迹 关心台湾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关心我们对地球的责任 这绝对不是一刀切很简单的问题 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走向节能减碳的路吧 而节能里头呢 其实很多企业做得非常的早 华硕是最早提倡的 另外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周谋 当时看到了德州语气的一则报道 立刻要求属下研究 然后在2008年 台积电几乎每一座新改的工厂 全部都是绿色建筑 但这不是台湾的建筑师本来熟悉的 所以他们自己先组合了一个团队 了解什么叫做全世界钻石认证级的绿色建筑 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这耗费了很久的时间 因为它不是建筑师的专长 他们找来了非常数的水资源的专家 各种不同领域的专家 然后最后把这些解决方案交给了建筑师 那么最后在潘济建筑师的创作之下 完成了台积电一座又一座的绿色建筑 而这些绿色建筑纷纷都得到了全球绿色建筑的认证 也使得台积电每一年它的工厂可以省电25% 我们现在缺水 它省水了55% 台积电在今年更做出了一个创举 在就历过年之前 台积电决定把他们所知道的绿色解决方案 就是他们自己花很大的新选的绿色解决方案 变成台积电绿色行动的书籍 捐出一万册 这个书呢分成一般人看得懂的书 这是一个 另外是一个大册子 这是希望给专业的想盖工厂的人看的 总共一万册 捐到全台湾的各大公共图书馆 还有各大建筑系里面 简单的来说 企业总在前面 问题是所有的人 你愿不愿跟上讲 这一天 揭入台积电绿色奇迹的两本新书 为新闻前正式发表了 国家是一个人当中 先是国家 再是一本 再是一个人 笑脸民营 这是台积电绿能创新的成就 而昨天 暂据新闻各大人议者 是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正办法 今天如果我们国内的所有的企业 都能够如同台积电 如果我们减少百分之二十的用电 那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核电厂是不是就可以 逐渐的让它一座一座的关闭 也没有讨论核死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就已经可以走向非核家园了 所以今天要谈很多的不是谈口号 是真正要发挥行动 你或许想问 台湾真能有核电厂一座座关闭的一天吗 我们都需要一个真实的见证 文献世界桌报是最早为台湾观众 呈现真实见证的新闻团队 早在三年前 2010年 忘记造访并报道了台积电的绿建筑厂房 这里 剩下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用电量 制造耗水量减少百分之五十六 平均年节省二十六亿元 你开始相信了吗 台湾或许有不同与反合似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生态这方面 是我们台湾地建筑比较重 是因为我们地下有人仇 内宁一探台积电会与竹科的奇迹绿建筑厂房 正门前有一座大型的太阳能系统 它能不断追日 随时跟着太阳日光照的角度变换方向 一旁还有三座混合型灯 从造型就可以看出它 使用风能 太阳能 然后以LED灯管照明 而走进来 一楼门进之后就是醒目的楼梯 用意在鼓励大家都走路 少搭电梯 踏入六楼 缘分不多 许多位置还空着 照明灯光自然不用全开 灯座下一条条的金属发现 是省的面料方 这在每一处台积电的办公室 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工厂运转因为二十四小时 所以老是有人在办公室 老是有人开了灯 觉得说还有人在所以他就不用管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变成管理上非常困难 后来大家几次管理就是说 因为我们变成每个人头上的灯 一定有一个枯竹 你离开的时候你把它拉下来 你回来的时候黑黑你把它打开这样子 不仅照明如此 中央空调也有节能舒适的设计 一个二十四小时运转的厂 在晚上可能只有留下小部分的一个人数 在一个值班 所以整个大空调的空间 其实是可以减少它不必要的耗能 就会由控制中心来开始下达命令 降到最低的负载 只有在同仁如果在办公区觉得闷 他可以自己在就近的一个周遭 有一个空调的自动控制按钮 一旦启动他周遭的 就会回复到他该有的一个机制 这样就可以避免整个大区域的空间 一个空调的浪费 在台积电的研发重镇里工作 还相当扬眼 室内经有一面跨两楼层 高七米二宽四米一的直升墙 有多达十种的各类型 两千三百株植物 那整个规划的想法 也考虑到他能够整个适应性 采用了整个台湾的主要原生种 靠近整个玻璃落地窗的一个概念 尽量使用天然的一个阳光 让他整个能够比较适应 这样一个室内空间的一个做法 上大楼顶同样令人惊叹的是 有一大片舒服血液的绿色草坪 休息之外同时可以改善热道效应 我们惊讶地发现 鸟儿也自动报道 可见附近的环境和生态品质 而草坪的角落里 试验性质的太阳的装置 整个台积电在整个新的常规划里面 当然整个绿建筑也包含一些 再生能源的使用 所以目前各位所看到的 我们这样的装置 大概可以供给一般的家庭的平均用电 大概可以供给三户 它作为它的平常一个日常用电 太阳冷的发电 它的电力就并回我们办公室的一个电网里面 直接就作为办公室的一个使用 那不足的部分 当然就是由四电的部分台电的电网 再直接供应进来 主客经常得面对限水和缺水的危机 水资源管理相当重要 这栋建筑的用水 就将冷凝水和雨水集中之后 回收利用作为景观浇灌和生态池使用 而进入耗能大宗的工厂 可以更进一步看到 对建筑发挥的功力 楼顶上一根根粗大的管线 去着蜿蜒 本门也列出25种不同形态的制程回收用水 节省超过一半的自来水消耗 每年可以回收再利用440万公吨排水 几乎就是一座保山水泡的蓄水量 原本混浊的研磨肺液经过处理 竟然对清水一般透彻 可以看到我们的鞋盘的上层 是一个完全沉浸透明的一个状况 那之后我们会送到我们的回收系统 再去到我们的东坡时报 做一个淋浴的一个动作 那这就是大致上我们的研磨肺液的 逐渐流程 一个关键的问题 黑建筑很贵吗 我们很惊讶 台积电的经验是只增加不到3%的建造费 却比传统厂办节省20%的能源 而台积电的绿色工程 让他们在2011年省下17亿元的用电成本 2012年更节能省电再省8亿元的用电 两年光用电成本就省下25亿元 而且台积电还有梦想 绿建筑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就是绿远区 绿城市 然后是绿国家 所以回到最起初的疑问 台湾有不同于反核四的解决方案吗 答案在真实的绿远行动里 绿队曲的敏捧响 谢谢大家